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有声小说王牌剂话 作者卷土 由懒人听书原创为您录制 本集播音 吴天 第六百九十四集 暴风高尼兹尸尸神的瞳孔忽然间发出了光亮 他此时虽然重伤的连呼吸都在断断续续 但是八字女却是他研究了毕生的精华奥义 根深蒂固的融入镜的血脉当中 八字女于他就仿佛是本能一般自然 如何的转折 如何的发力 暴风高尼兹都是了然于胸的 此时见到方宁打出来的招数 不仅有了八字女的奥义 更是要加上自身的额外演绎与创新 完全的将自身的特色打了出来 方宁本来就是天资卓绝 因此哪怕是高尼兹的挑剔眼光 也觉得是颇为的赞赏 虽然觉得方宁的威力甚至连八神安这个盗版都比不上 但是单论创意来说 却是有过之而无不起 此时的高女子又想起了方宁对他说过 八神安将他抓去 将之当成的磨刀石来参悟改良他的八字女 并且还有了跨越式的飞跃的话 这前后一印证 更是觉得方宁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方宁化身为一条黑线 一与地面平行的状态无声地滑行着 他的身体周围的空气都被裹上了一层淡淡的黑色的雾气 给人的感觉是平滑而无声的 就如鬼影一般扑向了对面的草剔镜 草剔镜对于八字女自然并不陌生 就好像八神安对于大蛇智也是十分了解是一样的 不过他见到了方宁打出的这一记八字女 竟然一时之间有些茫然的错觉 他一触践到对方的瞬间 四下里的光线仿佛都变得暗淡 与八神安充满了那种疯狂歇斯底里 撕扯的八字女是有所不同的 四是暮色阴影一般 轻飘飘略来的方宁打出的八字女 竟有着一股残酷的优雅 他的双手带着绅士风度的轻轻的就搭在了草剔镜的脖子上 只是草剔镜也不是束手待臂之人 他脸色一变就要抽身躲开方宁的攻击 只是方宁的八字女却是以诡异飘忽为主 因此他还是慢了那么一瞬 右腿已经被方宁的双手紧紧握住 瞬间 草剔镜已经闷喷了一声 右小腿已经立即肿胀了起来 将裤管都直接撑破了 并且可以清晰地见到小腿的肌肉上 由血管似小蛇一般是蜿蜒膨胀 迅速地增粗增大 进而喷射出了大量的鲜血 并且那鲜血呈现出了焦度状态 在未曾落地以前就已经是熊熊地燃烧了起来 呈现出了火红与淡黑混合的颜色 高尼兹不屑地冷哼了一声 显然对于方宁的这一击很是不满意 在他的眼里 方宁的这一扑只有行进过程当中有所宣点之处 至于后面的攻击时机 攻击角度 攻击部位都只能用愚蠢来形容了 攻击敌人的小腿这种不致命的地方 就算威力再大能有什么用 突然招来了敌人更加强势的反扑而已 草剔精仅仅是僵直了少许的时间 就合拢起双手围锤 对准方宁的背部用力地打击了下去 这一击响起的声音沉闷无比 而方宁死死地掐住了草剔精的小腿 转过头来满口是血模糊地说道 大人 放手 方宁渐渐暗淡下去的眼神 还有那种难以形容的真诚 都令得高尼兹的粘角抽搐了一下 他现在当然看得出来 方宁之所以要选择一个愚蠢的攻击时机 来攻击那个愚蠢的地方 自然是为了减缓草剔精的行动能力 制造出自己逃走的机会 草剔精满脸都是杀气 显然他也感觉到了方宁的用意 拳头上冒出了赤红色的火焰 显然下一机决定 制必要将方宁直接击杀当场 可就在这个时候 方宁却是忽然间浑身上下高速旋转飞射了出去 这正是他发动了脚上的亮晶鞋子的自带技能 旋转飞踹 这个技能的使用效果颇为的强健 可以使人的整个身体在高速旋转以后 猛烈的踹向正前方 理论上来说可以远达六十米啊 只是呢 在发动的时候 这一招需要经过两秒的蓄力时间 这个过程当中受到攻击呢 就会被打断 方宁中了草剔精的第一拳以后 便立即使用了这个技能 要搏一搏草剔精会蓄力来攻击自己 而他也早有多处后手 比如让屠夫的血腥铁链将自己兜走 就算退一万步来说 草剔精就算打中了他 要杀方宁呢 那也是千难万难的 毕竟草剔精此时的实力 顶多只有巅峰期的不到五成而已 所以 其实方宁的伤势根本就不若看起来那么重 也没看起来那么的惨烈 只不过呀 高尼兹呢不知道这一点 有疑心的反倒是得草剔精了 因为他完全都没有在方宁的身体上 感觉到那股熟悉的气息 这个人甘冒极险 从草剔架的分布当中 取得自己祖先的遗骨 从而锻造出那件奇异的法器 目的当然不是拿过来收藏的 并且那件法器 隐隐隐约约约对自己的火劲也有着克制的作用 可是这个人却是在隐藏实力深藏不露 他到底想要做什么呢 不过呀 草剔精当然不可能把心中的这个疑问讲给高尼兹听了 他心中都隐约觉得 这只怕是处于高尼兹的兽医 是否天国神族还潜伏着什么想要反败为生的轨迹 事实上 草剔精的担忧也绝非是无地放尸 三神器必须集合在一起才能发挥威力 只要三神器被天国神族夺走那么一箭 就算是赔上了暴风高尼兹的命又如何呢 天国神族都是不灭的 隔个几十年又是一条好汉 而八节级死掉一个 还剩余下来整整七个人呢 就在草剔精这一犹豫的时候 旁边的一栋大楼忽然间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原来方民在停下来迎击草剔精的时候 就已经召唤出了机械血肉傀儡 让他们在这处大楼当中埋设炸弹 在方民的精神力探测的贯注之下 大楼的结构是一览无一样 而机械血肉傀儡身上的手雷炸弹 都是来自于合金弹头世界的高科技产物 因此将这大楼炸得向这边倾倒 并不需要多大的功夫 这就像是一张桌子弄倒 并不需要将桌子彻底的弄塌 只需要锯断桌子腿的两条腿就足够了 那座崩塌的大厦足足有十四层楼高 阔度达到百米 这右腿带伤的草剔精 面对这一等崩塌的威势 竟然一时之间也只能是求得自保而已 最后还是被这崩塌的余波索急埋了进去 方林咳着血指挥着屠夫要将暴风高尼兹带走 自己则是两枪跌撞着在前方开着路 高尼兹看着这一切 忽然间面无表情的说道 别走这边了 去宾田父子那里 你做得很好 暴风高尼兹的前半句话乃是对着屠夫所说 后半句却是对着方林而言 他素来都是冷酷冷漠 此时说话的语气却是颇为的温和了 对于一直行事都是神秘冷酷的高尼兹来说 能够被他包扬一个好字已经是相当的少了 能够得到很好二字评价的那更是凤毛林讲 在他的心目当中 忠诚只是天国神族应该具备的基本原则 但是方林那种对八智女无师自通的悟性 和面临危局的极致却是相当难得的 而方林凛然点头说道 是 他的眼神扫过了高尼兹深井凹陷似的双眼 而这双眼睛被日光一傲 分外有一种阴森诡异的神秘感 这里面充满了王者的意味 饶使一方林的定力和心智 也不仅是失神了一煞来 这时候被破坏殆尽的东京体育场当中 依然是不平静的 神月千鹤失数之后大伤元气的模样 就此是一朵被雨打风吹的即将凋零的花 他白皙的脖子低垂着 让人无有的联想到了血水的花境 任谁也看得出来 他此时虚弱无力 而刺刀的心此时更是灼热了起来 因为方林在撞击之前 也给他开通了精神力探测共享的缘故 刺刀根本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他也是场中反应最快的人之一了 在那个时候 他立即就想到了杀掉神月千鹤所带来的丰厚的利益 和带来的声望的提升 并且在心底也滋生出了一种 很想在这脖子上面优雅的再搁上一刀的冲动 就像是花匠拿着剪刀将这要凋谢的花给剃除掉一般 金无命 是编号4637在梦魇空间当中的名字 刺刀是旁人给他起的外号 无论是他的绰号还是他的名字 来顾名思义都能够显示出 他绝对是一个擅长进攻杀人而不擅长防守的人 可是他目前要做的事 确实要保护 让一个人做他不喜欢做的事 充其量就是消极待工 但是让一个人在关键的时刻 去做他不擅长的事 他很可能会酿成适得其反的可怕的灾难 比方说吧 让一个直升机驾驶员去开核潜艇 有比方说一个机枪手来发射巡航导弹 再比方说 让擅长杀人突袭的刺刀 去保护威斯不被杀死 此方林这种多致近腰的人物 当然知道物尽其用这四个字了 但是他依然营造出了这样的局面 就是要让刺刀去做自己不擅长的事 目的当然只有一个 那就是方林 有的话呀 不大方便直接告诉刺刀 或者就算他说了 刺刀也很可能不相信 因此就需要让他自己在残酷的现实里面 领悟到这一点 而方林在控制着巨型的齐柏林飞艇 撞击地面的时候 刺刀与昔日的同僚之间的战斗 自然是宣告结束 丹库大帝齐家社与威斯两人 信由高尼兹的安危 自然是无心恋战 追踪而去 但是方林率领屠夫的撤退路线 却是早已经安排妥当了 走的是既无耻又阴险 几乎能够与在火车广场 卖AV碟子的老油条 萎缩男看到了城管以后 撒腿就跑的路线是相提并论的 想要追踪 难度忒大了 何况方林依然安排有后招来堵击他们 林音秀与胡华豪与雷落的战斗 就是一场闹剧 因此豪能以侠的林虎两个人 也就抽身出来 对七家社等人的追踪从中作梗 因此准确一点来讲 七家社他们想要追踪到高尼兹的几率 同草剔经被火烧死的几率是相差不大的 刺刀却是没有走 他留了下来重新潜伏在了地下 选的地方也很是奇特 直接就藏在了飞艇的残骸废墟的下面 之后呢 草剔经出演几队 神月千和施术追踪方林等事都被刺刀是一一看在了眼睛里 有的事情要亲身经历才知道其中的艰难 对于刺刀来说 尝试保护威斯的束手束脚以后 自然就是深觉痛苦了 若是有的机会 当然绝对不肯再干这种苦差事 而这个机会 当然就是杀死这神月千和 保护威斯的目的就是要在于迅速的提升在天国神族当中的声望 巩固自己的地位 并且顺利的获得任务所需要的关键性的道具 但若是真的能够将神月千和这个女人做掉 那么还要这威斯干什么呀 不仅声望会随之暴涨 还是更有机会能够得到那面珍贵无比的神器的 护人救人 刺刀那是个外号 但是隐足在侧寄予人的性命 这却是刺刀的拿手好心 所以他以一种小心翼翼的残忍在等待着 等待着神月千和最为疲惫的时机 对于 刺刀来说 它有一个SG技能叫做弱点攻击 它能够溃探出敌人的置弱之处 在瞬间给予敌人造成巨大的伤害 当然 这个技能的使用限制也不少 不过 至少应用到现在的处境当中 还是相当的完美的 刺刀的一双锐利的三角眼 盯住了神月千和的脖子 它握紧了自己的断刀 而他的这一把刀从拿到手的时候就是折断的 一把折断的武器还能够继续的使用 其实就表明了一往无前决心不再断的决心 刺刀甚至都在心中开始构想着 一刀斩断神月千和的脖子以后 捞起钥匙撤退逃跑的路下 刺刀瞬间跃出 而他跃出的路下就像是一条鱼跃出水面似的 猛的呛着闭着眼睛跌坐的神月千和就扑了过去 他要瞬间秒杀这个强大的女人 杀掉她 一切的辛劳艰苦都有了保证 杀掉她 自己就不必再养人鼻息 胆战兢兢的做人了 比之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